刘鸾雄与李立军曾有过一段十多年的恋情 当时他与甘比周旋于大刘之间 先甘比一步遇下一子一女 但随着两人分手 子女也逐渐失从 2016年大刘分身家 甘比和一子一女拿到价值超过150亿的股票 而李立军和子女未得分好 大刘为了防止李立军增长 并公开与之撕破脸皮 撑给李立军的钱近20亿 以人之意境 李立军性格本来就要强 他拿着20亿分手费 与刘兰雄再无瓜葛 这些年他一边照顾子女 一边负责基金会工作 家庭事业双手抓 姚慎姨变成企业家 更低调改名 吕佩玲 逐渐抹去 昔日情史 离开大刘转眼六年 李立军一双子女逐渐成人 再过半年 张力刘秀莹就要满18周岁 李立军也放开管制 让女儿开通社交平台 陆续分享 日常并很快得到传媒关注 自4月4日当天 刘秀莹罕见分享姐弟近况 17岁的她抱着其他 翘着二人腿弹奏 在镜头前自信从容 而9岁的弟弟刘子峰则双腿跪在钢琴前 认真弹奏与姐姐完美配合 刘秀莹的性格比弟弟要开朗一些 她在表演期间时还看着镜头 时而看着弟弟 弟弟刘子峰全程背对镜头只顾着弹琴 波士日本动漫钢琴之声中主角的气质 随姐弟二人曝光的还有他们的卧室 刘秀莹背后挂满照片相当温馨 照片墙下面则用木头装饰 旁边是一台电脑和电脑桌 再过去就是一枚镜子 镜子同样是用木头装饰 风格相对复工 看来 卧室的设计可能出自李立军之手 照片中李立军虽然没有出镜 但她极可能是站在一旁负责拍摄 期间或许还和刘秀莹有些许互动 才会导致女儿忍不住笑场 但又强忍着没有笑出来 此前李立军也曾分享子女照片 当时她带着子女到工厂体验 催制玻璃的流程 陪子女到寺庙拜佛 但考虑到儿子年纪大 需要保护隐私 只是让女儿肉脸 不受 母亲约束的刘秀莹 近期不断更新生活照 她从小学习芭蕾舞 到今年领了权威机构的证 认证出 已经算是一名芭蕾舞舞者 她数字分享优美舞姿 相信不久之后 就可以在舞台上看到刘秀莹的表演 传媒不时调侃李立军在争宠之中败走 但如今看来 李立军过得很自在 而且价值有方 两个小孩被培养得十分优秀 即便没有分的家产 在那后也有能力经营好人生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吕良伟18岁儿子罕见露脸 居家扮父亲打游戏 身材肥胖 颜值不及父亲 香港影视圈在上世纪80年代 诞生了一批男神 其中就包括了现年63岁的吕良伟 之所以会把吕良伟称为男神 不只是因为昔日的他长得高大帅 在当时相当迷人 也在于如今已经步入中年的吕良伟 包养依然相当好 个人的容貌 精神状态 体型完全不像是63岁的人 所以吕良伟也被形容为动龄男神 吕良伟长得高大帅气 不过他与现任妻子杨晓娟所生的18岁儿子吕善阳 就没有吕良伟那么出众 日前因为欧洲疫情的关系 在英国留学的吕善阳返回了香港 而他的母亲杨晓娟就罕见赛出18岁儿子的近照 别来无恙 身材还是胖胖的 在对比了儿子与丈夫后 杨晓娟自己都不禁感叹 儿子要多努力减肥 吕良伟在这些年其实并没有退圈 只不过先少在香港娱乐圈活跃 更多的时候都在内地拍戏 他是比较早一批 就已经往内地发展的香港本土艺人中的一位 当然吕良伟如今能够在内地吃得那么开 也离不开80年代他在TVB的活跃所带出的名气 这为他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吕良伟1977年就已经加入第六期无限艺人训练班学习 在TVB跑了几年的荣套 1980年正式担政 以上海滩中饰演的丁绿一角 一举成名 之后又在雪山飞湖 万水千山总是琴 吕良等电视剧中大有掌握 所以吕良伟在80年代凭借帅气的外表 成为一代偶像 不过吕良伟在80年代末期就理查TVB往外发展 这么多年来 只在2008年曾经返回TVB拍摄了富贵门一部剧 吕良伟离开TVB后 在香港多以拍电影为主 后来随着香港电影产业的不复从前 1996年他就已经率先在内地拍电视剧 成为最早一批往内地发展的艺人 前几年后更是把重心放在内地 这么多年来 吕良伟在内地的发展顺风顺水 每一年几乎都有三到五部电视作品问世 以及不少的电影作品问世 相当高产 再加上各种商业不断 所以他的身家丰厚一点都不意外 不过吕良伟也曾经在90年代末期 遭遇过经济困难 因为金融风暴的关系 他一夜之间变成了负资产 几乎面临破产 好在1998年遇见了现任妻子杨小娟 在对方的鼓励与帮助下 吕良伟重新活了过来 2001年后 不只是拍戏赚钱 还经商 炒房 一月就成为了身家过十亿的富豪 其中是大股东的广告公司 还在美国上市 市值高达20亿 吕良伟年轻的时候帅气 又称是一线小生 感情生活也多姿多彩 各种感情绯闻并不少 且不说感情生活 婚姻生活都多姿多彩 他经历过三段婚姻 在杨小娟之前 吕良伟的前两任妻子都是大美人 第一任妻子是周海妹 第二任妻子邝美云 只不过 与这两位前妻的婚姻生活都极为短暂 与周海妹结婚不到半年便离婚 与邝美云结婚不到一年半就离婚 直到1998年遇到了杨小娟 两人在2001年奉旨成婚 这一次 吕良伟的婚姻终于不再短暂 事实上 吕良伟与杨小娟婚后一直很恩爱 两人相差15岁 结婚至今将近20年了 从未有夫妻不合的消息传出 一家三口过得其乐融融 幸福无比 吕良伟与杨小娟在2001年生下儿子吕善阳 这是吕良伟三大婚姻中唯一的一个儿子 虽然是独子 不过吕良伟与杨小娟对她一点都不溺爱 夫妻俩从小就对儿子是实行军训式教育 不抱不宠 跌倒不服 打针不许哭 所以儿子的独立性很强 不过 吕良伟的这个儿子就外表上来说 似乎并没有遗传到父母的两基因 吕良伟的帅气就不说 杨小娟年轻时也很标志 这辆儿子就显得有点寻常 特别是身材比较肥胖 与热爱运动健身 热衷保养的父母比较起来 还真是有天壤之别 今年18岁的李善阳从小就比较肥胖 在他7、8岁的时候 就已经经常跟着李良伟夫妇外出露脸 上过电视节目 也去过明年饭堂 外界对他都不算太陌生 不过 在李善阳长大后 他就比较少露脸 这些年到英国建权留学后 就更少随父母出现 而这些日子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在欧美留学的港人都陆续返回香港 李善阳也是其中之一 难得一家人不会因为工作学业而外出 一家三口居家聚在一起 杨小军也比较罕见 晒出了儿子与丈夫互动的照片 再见李善阳 18岁的他依然比较肥胖 父子俩在家一起打游戏机 静下父子之乐 整个画面显得非常温馨 不过 因为是父子在一起的合照 难免会让人将李良伟与儿子进行比较 63岁的李良伟身材无总样 一身肌肉很扎实 而身边18岁的儿子李善阳 则是显得肥壮 身高暂时还不及 李良伟还戴上了一副眼镜 也就是说颜值和身材都没有接上李良伟 这也是颇为可惜 而不只是外人会比较 杨小娟自己也在比较 她留言表示 儿子回到家 再来回走楼梯 减肥一点都不简单 回头看着儿子和他爸 哎呀 儿子还需继续努力加油 现年63岁的李良伟 显然已经是人生赢家 不只是事业有成 家庭生活也相当幸福美满 她曾经一再表示希望能最生一个女儿 不过后来应该也放弃了 如今一家三口日子也过得非常美满 重要的是夫妻同心 儿子也渐渐长大成人 未来或许也没有什么好在顾虑的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